今時財經 點時成精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韓國對美國的出口 20年來第一次超過中國 聯合國一份報告也說 中美貿易依存度正在下滑 這都凸顯了全球供應鏈模式的變化 拜登隆重迎接印度總理莫迪的到訪 被認為是送禮不說教 拜登還說 美國跟印度的關係是21世紀的關鍵 英國的高通帳引發了商店盜竊案件 創下10年來的新高 還有在美國三藩市因為偷盜清罪化 很多商戶撤離了三藩市中心 美國多年來施壓企業限制 向中國提供高的技術 還有芯片出口 另外再向聯合很多的盟友 對中國的供應鏈能夠繼續地分散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全球貿易相關的影響已經是顯現出來了 尤其是有個數字顯示 韓國20年來對美國的出口 已經高過了對中國的出口 當然在這樣的變化當中 也有一個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中國自己要減少對外面的依賴 像是高精密設備方面自己也能夠製造 供應鏈全球產生了一些變化 供應鏈的變化是全球貿易模式變化的一部分 金融時報說去年韓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數量 超過了對中國的出口 這是20年來的第一次 韓國央行這個星期發布的數字顯示 2021年到2022年間 韓國對中國商品出口下降將近10%到1220億美元 相比之下 韓國對美商品出口同期成長超過22% 達到了1390億美元 這是2004年以來 韓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第一次超過對中國的出口 當然當中還包括了韓國對於中國的半導體出口大幅度下滑 而中國對韓國貿易的重要性也在減弱 報導說韓國貿易協會發作數字顯示 從2021年以來 韓國對中國出口的石油 產品石化 產品鋼鐵 汽車零組件 顯示器等等行業的份額都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認為 因為中國政府實施了中國製造2025戰略 透過各種不同方式 來促進機械和機密工具製造業的發展 韓國亞行長李昌庸上個月就對議員們說 很多中國企業在生產中間產品 而韓國主要也在出口這些產品 說中國經濟繁榮帶來的長達10年 對韓國的支援已經消失了 另外這份是來自於聯合國貿發會 最近發布的2023年全球貿易最新動態 說從2022年以來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依存度在不斷地下滑 意味著中美貿易存在著脫鉤的風險 美國作為中國出口市場的重要性已經降低 而美國也在進一步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 這份報告也顯示 隨著持續的通貨膨脹 全球金融業的動盪 俄烏戰爭持續 下半年全球貿易前景暗淡 全球經濟前景也會持續向下 在全球貿易前景向下暗淡的環境當中 中國和其他國家供應內的關係 會繼續地再弱化 因為美國在施壓 比如 彭博社報導說 荷蘭政府計劃最早在6月30號 可能或者是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 發布新的對中國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報導說 新措施會限制荷蘭半導體設備製造商 阿斯曼爾對中國的芯片製造設備出口 那麼這個規定還可以被其他歐盟成員國 作為藍本 拜登政府一直在敦促荷蘭和其他國家 阻止中國進一步發展芯片產業 而且還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技術方面 取得進展 就是限制中國在這些方面取得進展 防止中國強化軍事實力 美國為此實施了廣泛的出口限制措施 限制向中國公司出售一些 先進的半導體和芯片製造技術 荷蘭和日本官員在今年1月原則上同意 加入美國限制對中國芯片技術出口的協議 而這三個國家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芯片製造設備供應國 那麼來自於日經新聞的報導也談到了 阿斯曼爾的執行副總裁兼商務長 他就表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脫鉤 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非常困難和昂貴的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建立自己完全自主的芯片產業 他表示大眾遲早會意識到 在半導體行業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合作 阿斯曼爾是世界上唯一的精端芯片製造設備商 還有美國政府在今天會宣布向福特汽車提供92億美元的貸款 的貸款打造三座電池廠全力迎戰中國的電動車的競爭 美國能源部宣布提供Blue Office SK 也就是福特汽車跟韓國電池製造商SK 其實這幾條新聞它是有內在聯繫的 就是從電動車領域到芯片領域 美國怎麼更有效地對付中國 我們先看韓國對美國的出口 超過韓國對中國的出口 這裡面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韓國它本身原來是向中國提供這個中間產品 由於中國整體的製造業水平全面的提升 很多中間產品中國自己能夠做了 現在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中國反過來向韓國去出口這些中間產品 這就涉及到了福特的那個92億美元 是和誰合作 和韓國的企業合作 韓國企業從什麼地方拿到電池的正負級原料呢 從中國拿過來 包裝了一下之後 往美國送 然後呢 是美國和福特和韓國這個企業 合作生產的電池可以享受美國的補貼 這核心是這樣 當然福特它也不能夠光依靠韓國的電池 它也一直想和寧德時代來合作 但是呢 由於美國對華敵視 所以寧德時代不能夠去那邊去投資 設廠 那福特就是說呢 你授權技術賣給我 我來生產行不行 現在呢 據說是在密製安州那邊 有一座35億美元的電池廠是要這麼做 但是呢 這個在兩邊都有很大的爭議 所以這個事情呢 我是建議呢 寧德時代要三色互信 最好就不要去了 人家不歡迎你 你還非得給它這個技術幹什麼 那美國愛怎麼弄怎麼弄 最好呢 它如果要電池就賣給它 它不要就拉倒 對吧 再回到這個芯片的地方 芯片我昨天在德里看了一篇非常一篇的報導 報導阿斯麥爾 它現在在這個最新的 最尖端的 最尖端的極紫外光刻機方面 其實是五家 只有五個用戶 英特爾 美光 美光可能還是吹的 對吧 因為美光可能下了單 那麼最大的用戶其實就是台積電 三星 還有SK 海力士 當然就是美國一直給荷蘭施加各種壓力 不要賣給中國 在阿斯麥爾的出口當中 16%是面向中國 但主要是原來那些老的設備還有維修 如果這個新的命令下來 可有40%又受影響 所以對阿斯麥爾來說 它講這個話也是迫不得已 但是美國那個壓力在那裡 阿斯麥爾同時也看到 作為觀刻機這一邊 中國也在從底層在全面的突破 等到某一個時間段 可能它想賣給中國那一批東西 那中國也不要了 這就是韓國企業 在和對美出口對華出口 現在面臨同樣的問題 謝謝文輝 這方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麼今年拜登政府 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說讓供應鏈回到美國 是能回進回 同時也是要讓更多的國家 分散中國原本的供應鏈體系 比如說他們加強和印度的關係 那麼現在看起來 拜登政府大力歡迎 印度總理莫迪的到訪 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四 跟前來展開國事訪問的 印度總理莫迪 共同在白宮宣布了 兩國一系列國防和商業協議 需要加強彼此的軍事和經濟關係 兩國領袖第一次達成了 一系列半導體合作協議 希望利用印度的補貼 將先進製造技術引入這個南亞國家 拜登在兩個人會後告訴記者說 我們正在加倍加強合作 以確保半導體 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 同時推動開放式Rain 電信網絡 同時也藉著更多的聯合演習 國防工業之間的合作 以及跨所有領域的更多磋商和協調 來發展美國和印度的 重大國防夥伴關係 與此同時美光科技跟應用材料 都計劃在印度建新的設施 而美光據說會出資大概18億美元 在印度建立個芯片廠 莫迪對於印度展開 莫迪對美國展開的國事訪問 不只是跟總統拜登見面 他還會晤了一系列大型科技企業的總裁 印度總理莫迪在對美國的國事訪問期間 21日在聯合國秘書處主持了國際瑜伽日活動 22日抵達華盛頓 到白宮與美國總統拜登會談 並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 莫迪還與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會面 也與蘋果 谷歌和微軟等美國企業行政總裁會晤 大部分的事項目是 他們那 тебе祝福國發行政總裁 事項著艦操作在印度 richness 也aled在導致北聯合國狀態 也像可謂 electron請 那樣能與美cycle且消費 народ家伊斯毅 받아 強大部分充 перес Olha 政策伊爾-Pac completing 前面的觀念 我們想要跟印度相關進入這個架構 有分析家說 由於地緣政治 因為兩國思想和利益目前達成一致 但因為印度在外交關係領域 堅持與戰略自主的立場 有自己的地理優勢 以及在地區和全球地緣政治上的願望 印度與美國的雙邊關係 不會是澳大利亞 加拿大 或英國等英語權盟友的那種 鳳凰威士記者 上京軍 印度新德里報導 印度也要補貼搞芯片 但印度建芯片到底行不行呢 洪輝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有點搞笑 它搞笑的程度相當於前段時間 這個沙利文到中東的時候 說以色列提議修一條 中東的超級鐵路 連接海灣國家 然後是由誰來幫劍呢 由印度來幫劍 兩個事情的性質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印度它本身 我想現在做一些勞動密集行業 成本方面不是那麼要求那麼嚴的是可以的 比如說鞋啊 服裝啊 還有一些化工產品 因為化工產品的環境問題 印度那邊要卻不是那麼十分的嚴 就算做這個蘋果的組裝 其實現在新的這一批被美國要求去那邊設廠的 企業就面臨同樣的問題 這個蘋果方面說歡迎你們到印度去 從中國轉出來叫中國加一 但是呢給你們的條件是和中國的成本做到一樣 這些企業一下頭就大了 因為印度人他也不愛加班 他也沒有那麼嚴的這個工作紀律 雖然看起來他的工資很低 但是你把生產效率和勞動效率一折算之後 就達不到那個成本條件 當然就是蘋果也好 西方這些國家也好呢 他還是不斷地在說 印度要做什麼做什麼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印度人是很喜歡吹牛的 咱們這個所有跟印度人交往的都知道 一點點小成就 特別是西方的媒體跟他一呼應之後啊 就可以吹上天巨那現在美國這個政府呢 從拜登特朗普這兩個老頭也非常喜歡吹牛 所以吹著吹著呢就出現了這個美光 要在印度搞大的投資 而且印度說我也要發展芯片 我也能夠補貼 那麼就得問一下 現在做芯片最核心的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看來看去 做芯片最核心的是工程師團隊 而且是嚴格守紀律高效率的工程師團隊 這就是我們觀察未來一段時間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 還是在美國本土 它巨額補貼出來的生產 這些設備 這些大型的製造工程過程 因為我們沒有競爭力 主要還是看工程師團隊 它的價格 它的性價比 所以這個都還沒有定下來 那印度就搞上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超級搞笑的事情 謝謝王輝 下期後來關注的是中國跟美國 還有中國跟法國的關係 到時候見 謝謝王輝 是的 謝謝王輝 欢迎回到金时财经 在印度总理莫迪 抵达美国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 对于中国领导人的不当言论 引发了中国方方面面的 强烈不满 那么在跟莫迪的 共同联合记者会上面 拜登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拜登说他不认为 近期的言论会削弱美中关系 他有信心在近期 就可以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未来某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有分析说 印度今年9月会主办 20国集团高峰会 还有11月份美国会主办 APEC峰会都可能是时间点 但是在拜登发报 有关于中国无人飞艇 误入美国领空等涉华言行之后 中国中美大使馆 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包括中方谴责拜登 不负责任的言论 并且质疑美方 寻求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 从德国转往法国继续欧洲访问之行的 中国总理李强 在当地分别会见了法国的总理 还有总统 李强在当地的时候提出了 经济合作三个倡议 而法国总理就承诺 不对中国的企业采取歧视措施 法国方面表示 愿意跟中国高质量发展 愿意深化双边贸易 投资 航空 粮食 绿色发展 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合作 欧盟坚持战略自主 不支持脱钩锻炼 两个人会谈之后 共同见证航空 太空研究 核能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那么法国李强就强调 中方始终视欧盟为 多极世界当中的重要一环 中欧加强合作 是基于各自利益的战略选择 不针对 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法国总理博尔内 跟李强举行会谈的时候 那么中李强也表示 中方与同法方坚持互利互惠 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相互扩大市场准入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拓展新兴合作领域 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再上新台阶 那么在之前有个消息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 打算在今年的金砖国家会议当中出席 这是法国外长克龙娜 20号结束在南非访问的时候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他说法国总统可以参加 金砖国家的会议 并且有兴趣 法国跟金砖国家的对话 对这个方面 引发了各种不同的讨论 我会谈谈他的看法 美国不断地在推动 所谓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分散对中国供应链的风险等等 那么其实现在全球也在推动 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最新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提速 全球支付占比升到了2.5% 这是Swift 国际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最新的数字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当中的占比 由4月份的2.29% 在5月份升到了2.54% 全球排名升到了第5 已经是连续4个月上升了 从数字看起来 前4个货币在5月份的占比 都是下跌的 只有人民币轻微上升 0.25个百分点 而美元占比还是最高 在42.6% 日元的占比3.11% 内地今天继续休假 没有在会价 但是在星期三看 离安会价跌破了7.2%的水平 星期五曾经逼近了7.23% 但盘中是在7.21%到7.22%之间争取 来看一下今天的会价表现 端午假期期间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在离安市场走低 那么6月23号这一天 我们看连续跌破了 7.20% 7.21% 7.22%的关口 日内下跌超过200个基点 曾经低见7.2287% 下午头是回到了7.2130附近 日元也曾经低见143.5% 迈向30年来的低点 日本什么时候会出手呢 现在要看他们的央行的委员 有怎么样的看法 而日本公布了5月份的最核心的CPI 升到了4.3% 创下42年来的高位 这是日本央行最关注的 扣除新鲜食品跟能源的核心CPI 如果说从整体的CPI看起来 按年升3.2% 升幅比4月份的3.5% 有所收窄 这个数据对日本央行 会有些什么影响 静观其变 至于美联储主席 宝尔星期四转到了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 他表示 今年会再加息两次是合适的 而金融条件收紧 对经济的影响 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够显现 美元会价今天升到了103上下 英镑在昨天 虽然是因为英国加息0.5厘 超过了预期 曾经上升到了1.275附近 但是先生后悔 今天在1.27上下 我们都知道 英国和美国都面对高通胀的压力 显示出来的对都市民众生活的影响 现在英国的高通胀 引发的商店的盗窃案件 10年来的新高 至于在三藩市 也是因为类似的情况 盗窃却是轻罪化 使得三藩市中心 越来越多的商户搬离 英国为了遏制通货膨胀 在新西四意外加息0.5厘 英国亚航行长暗示 宁愿忍受经济衰退 但是对于商家来说 影响就是很大了 代表英国的4.8万家小商店的 英国便利店协会ACS 在新西四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记录在案的盗窃事件 超过了110万宗 高于前一年的97万宗 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 他们说社区和警方都知道 惯犯正在不断地偷窃 但警方似乎没有太大的重视 他们说警方很少关注 价值在50英镑 相当于500港元以下的东西 肉类 酒精 糖果是重灾区 至于在美国方面 来自于科技大学经济系 前系主任雷底明的文章 谈到了美国杀败怪事生生不息 当中包括了偷盗清罪化商务 搬离三藩市中心 然后2014年加州通过了 47号公投法案 定名了偷盗罪 只是涉及950美元货以下的商品 算是小罪 不算大罪 所以几年来这样的结果 就让很多人大胆地去偷盗东西 很多的商务实在是进一步下去了 只能够搬离三藩市中心 还有就是三藩市人口83万 当中黑人人口大约5万只在6%左右 但是前年议会大力支持一项议案 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地的黑人 祖先曾经是奴隶的话 那么当地人可能要付出 相当于平均每个人 二三十万美元来补贴 这些黑人奴役的后代 那么这也使得很多人 可能要搬离三藩市 所以美国三藩市和英国 都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虽然数字也显示了 三藩市的办公室空置率超过了25% 比2019年高两倍以上 我们会最后谈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参加金砖峰会 应该要欢迎他 这个马克龙做这个表态是不容易的 其实他也看到了 这个国际经济的底层结构 可能又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在二战以来 真正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动的 对国际经济秩序有影响的一些事件 看来看去其实不多 其中一个就是OPEC 在1970年代 他正式搞石油禁运 提高了石油的价格 捍卫了这身的权利 当然这个导火线就是巴以冲突 这个根源现在还在 所以OPEC后来变成OPEC家 现在美国拿它也没有办法 这个算是一个 另外一个从区域性的情况来看 就是东南亚经济组织 就是阿森 东盟 东盟现在非常的成功 它是不断地扩大 从一个冷战时期 对抗越南 对抗北边 这些所谓他们不喜欢的势力 而形成的一个准军事组织 变成一个经济为核心的组织 极大的改善了东盟本身的发展 现在东盟和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已经进入一个升级版 而且各方面都在往前扩张 现在又变成了我们说这个RCEP 就是变成了十个 就五个十加一 就把中国 中日韩 还有新西兰 澳大利亚 都给加进去了 所以它的影响在扩大 它对整个地区的稳定 和经济繁荣起到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还要说一个话 很可能就是一带一路 这是由中国来倡议的 但是它改变了很多国家 底层的基础设施 没有电 没有路 没有桥梁 没有铁路 是不能够实现现代化 或者不能够进行经济起飞的 那现在看来它在过去十年 差不多十年当中 是一系列大的设施往前推进 确实从很多情况 改变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长期面临的 就是说是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在未来一段时间 有什么样一个区域性的组织 能够发挥 类似我们刚才提到的 前面两个机制的作用 那很可能就是金砖组织 这个金砖组织它本身是 原来的国家就是中国 印度 巴西 现在又加了南非 原来还有俄罗斯 现在它在不断地扩容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就是新开发银行 新开发银行是给这些金砖国家 提供非常重要的开发性的贷款 所以它再往前发展 它扩容之后 它在其他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 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 在很多基建的融资方面 是不是用人民币来进行融资 金砖国家内部 像巴西总统卢拉 他来中国访问 他就推进了中国和巴西的 人民币的结算 现在中东一些国家 也想加入金砖机制 所以在这个时候 法国它作为战略自主性的体系 也是在欧盟战略自主性方面 引领的一个国家 如果说马克龙非常希望 加入这一次的金砖峰会 我想无论是南非还是中国 都应该是要高度欢迎它来 当然我想俄罗斯方面 应该也是会持一个欢迎的态度 那印度一向是搅局的 那印度它欢不欢迎不重要 谢谢欧辉 感谢收看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